一切都从脚板山开始 河街只是历史沧河里头 若有若无的真实存在 鱼决定敲开干涸的土地 寻找遗失的鱼迹 在苦练树下 泰雅族青年瓦旦 沿着大科坎西向上树沿 时间用青苔和脚印 雕塑小径的古老 学习在山野秘史 细读马里扣完西的极境 时间以雷刀削薄脸颊的青涩 让山珠的疗雅在身上纹身 站在山腰挺胸梳理云露 绣纹山峰不同的热度 分辨出哪个是属于赛克亚金锡的 哪个是塔克金锡的 整理枪路游走的小径 种一棵树 等待撑开天空 遮蔽次日 在庞罗的雨中 与嘎嘎相认 放任祭典在时间里生根 等候遗失的一道古老神话 以及一座平时不肯 你一直记得老猎人尤巴斯的话 将普印与小米酒放进血液 泰雅的母语就此开始奔跑 北台湾多个县市住着 许多泰雅族人 他们大多是从南头县仁赖乡 发祥村慢慢迁移过来的 最近几年 北部泰雅族人纷纷从桃园 新竹以及宜蘭 或者沿着大海溪 或者沿着古道展开 寻根之理 树兮这首诗就是在写 桃园复兴乡 脚板山一带的泰雅族人 沿着大汉溪 展开树兮行根之理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人文历史的一个追逐的过程 像这样的历史 其实是应该用诗的精致语 来跟它表现出来 飞越文学地景 看见桃园复兴之美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